明天如果吃饭的话 你看看二妹有什么喜欢吃的没有 她都可以的 她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 她不挑吃的 不挑吃 鸡鸭鱼肉比较偏向喜欢吃哪些 她比较喜欢吃鸭肉还有鱼肉这些 还有也喜欢吃吃土豆 土豆 喜欢吃土豆 你老妈弄的土豆泥怎么样 弄的好吃 弄的好吃吧 那行 这两天怎么样 这两天还蛮晚了 我以一般上午都在马国生的事儿 然后一般下午我就带二妹去逛一下 一起去吃个饭或者逛一下那种 比较今天下午要去看 带她去看电影的 结果你一直打电话说叫我过来 给我说个事儿 然后我就没有带她去了 我就让小鹿 小鹿鸡带她去看电影 往那边吃饭去了 哎呀 回头你要好好谢谢小鹿鸡啊 对这几天 幸亏小鹿鸡在照顾她 那种不然她在这边 你看人生地部署的 她也是比较那个的 她说她比较都要是回去了的 然后我一直说我妈要回来了 等我妈回来了 带她到家里面来 晚一两天 接着我妈再回去 她也答应我了 然后就没有回去 明天就带到家里见着老妈 让他们俩沟通一下 看看老妈的看法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老妈呢肯定倒没有什么 因为她前面也在关注你们的那个 所以说她还是多少有一点了解 这个见面之后的沟通交流以后 对吧 会不会有新的那个 她应该看到过了 从目前 不是她应该 看到一直在都在关注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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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哎呀 哎呀 老妈也说 要不然 上次也不会包那么个红包 对不对 当然那个呢 主要是表达一下感激自己 是吧 你们去呢 也让人家破费了那么多了 对 这也做得非常好 嗯 哎呀 谢谢点赞 谢谢 没有关注阿伟的 给阿伟点个关注家人们 谢谢你们 咱们能不能给阿伟 赞个双赞啊 支持阿伟 支持阿伟 支持阿伟和阿伟 走得幸福长久的咱们 支持的 给阿伟点个双赞好吧 双赞点出来 好吧 来 3 2 1 开始 把双赞赞点出来 500个人都是点赞 就有双赞出来了 然后呢 咱们把赞赞往上点一点 好吧 对 双赞点出来 好 谢谢家人朋友们的支持啊 哎 我们家人朋友们 那你你们说什么啊 呃 我觉得 我们都会反正认真参考一下啊 当然就是不可能完全的就是说 呃 按照某些粉丝 呃粉丝家人朋友们的这样一个意见 去做一些事情 对不对 因为怎么说呢 呃 有些事情 呃 真的是公说公有你婆说婆有你 呃 有些事情 确实是 只能说是 呃 及时广益 就大家所看到的一点啊 那我们觉得啊 那怎么样去更好的克服 是吧 所以我刚才看了 有个家人朋友说提到五种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 呃 我觉得阿伟在这个 这个这个家人朋友们的帮助下面 能够慢慢成熟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啊 非常感谢家人朋友们 谢谢 哈哈哈 刚才是哪一位提到是让五种陪着去的 嗯 哪一位 我不是 哪一位家人朋友 哈哈 哈哈 五种也每天回来了家人们 五种到时候五种也叫到我们就叫来 哇 一起吧 嗯 我 他回那个 回那个管管中那边去了 然后 嗯 胡拿嘛 是哪里啊 嗯 嗯 我忘了 然后他明天也回来 他今天给我发信息 他说他明天下午就到到这边了 嗯 那明天把五种一叫上一起吃个饭吧 一起 就叫你们去坐一下 嗯 谢谢你们家人们 对咱们把脏子给阿伟点一下 然后我没有关注呢 关注一下 谢谢 哎呀 那明天时候有点多哦 你看 那那个五种来了 那那也不能把小帕跟那个 小帕跟那个小浩两个丢下 你要把他们两个也要叫上 叫上二妹五种 你看 他是有 人也多 嗯 他是有 七八个人 八九个人了 嗯 嗯 我哈 我们走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九个人了 明天九个人一起吃饭 这样来 哎呀 明天那个老妈他那些皮 就跟他一起去旅游啊 这些闺蜜 他那个 他们是也都也都他们都有车 都有车 反正如果你要去接的话 就接你老妈就ok了 其他的就不用 其他他们都都有都有车子去接的 都安排了的 那到时候他们如果有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叫他一起吃饭 大哥 嗯 他们要去以后有的是时间 你想 都都这么 玩了这么久了 都是急着回家的 哈哈哈 你是 对 哎呀 你老妈是早就归心事件了 而且 他那个 本来应该是 四五嘛 就周五 本来是可能 应该定的周五周五的 嗯 那个朋友那个 急性常委员 嗯 他们几个闺蜜都可能不 不可能先走啊 不可能先走啊 有多大 我的年底 而且像明天日常和其他外人来也不太合适 对 最好自己家人 那个一下 嗯 那以后再聚吧 嗯 哎呀 谢谢家人们 那姿态坏了啊 咱们也不要说任何人好任何人坏啊 咱们就怎么说呢 不用不用这么去说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选择在弄 对 然后每个人也都不如意 咱们就不要去诋毁任何一个人家 对 每个人的这个 实际上我们 因为 说老实话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 毕竟是有限的 对吧 就是说还有 有些东西啊 是嗯 内内心当中的东西 我们是看不到的 对 所以说 我想阿子他今天走到这一步来讲 也 也是有他的可能 我觉得啊 反正我这我这一直在关注我啊 我倒是觉得怎么说呢 唉 都不如意了 我觉得我到现在 除了说啊 我也是有点心疼阿子的 小姑娘能够 一个人出来以后能够 唉呀 所以说我说为什么我让你去看一看 是吧 不是 有的家人朋友们会说我是有什么负罪感 哈哈哈哈 没有什么负罪感啊 全面来讲呢 嗯 当然你要说嗯 可能也也有处理的不合适的地方啊 不合适的地方 嗯 但是主要是你 当然就是可能家人朋友能批评我也好 这个我 我也我也接受 是吧 嗯 但是我们跟个人的考虑的出发的点不一样 啊 当然从现在来看 嗯 因为现在我们说没有后悔啊 没有后悔啊 而且也不能说 嗯 这个啊 当初阿伟和阿子在一起 可能就一定能够顺着你走下去 对不对 就是没有没有假设啊 没有假设啊 所以说他现在走的我们确实 还是有一点点心疼他 对不对 小姑娘一个人在外面 所以说这是我为什么建议 嗯 让阿伟去关心一下 是吧 有好有悔嘛 先生们也许可能 嗯 是原废的原因吧 原废的原因 啊 咱们打一打一包好抱吧 啊 其实说实话 我们的整个家体都是我爸在称着呢 我爸在一直都是他在称着这个家体 所以说呢 他是挺辛苦他的 也挺感谢他的 现在的话 可能他的压力比较少一点了 但是以前 真的是他一直把我们打下来的家伤 也是把我们打下来的天下啊 现在虽然说不是说多么的优秀 多么的家体 条件多么的好 这个也不敢去说 但是呢至少过得去 至少就不求吃不求穿 就是这样子的家伙 所以说呢 是特别感谢我老爸 但是 这也是好事 知道吧 如果说 对我们不严格的话 我们也会就是说 会走偏 会走一些挖漏 知道吧 所以说呢 是比较感谢老爸 真的是啊 一些东西也是有他的看法呢 家人们 所以大家要理解 理解啊 因为你说儿子娶一个儿媳妇 肯定是他也是要更加的有严格 更加的去了解的 所以大家 大家也要多多的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 对 当时我一直怪我爸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看来 我觉得 我老爸说的也有道理 然后我也能够理解那种 知道吧 对 咱们打一把好爸爸好吧 有了他才会有我们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 对老人家是要尊重 尊重一下 对吧 我知道 每次家人们年龄也跟老爸差不多 但是 我觉得老人家都不如意 中国好爸爸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啊 咱们没关注我的 关注一下啊 没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 然后把账账点一下 谢谢 这两天 那两个故事怎么样 你 我不在这段时间 你去看看 看过没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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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